邵氏出品的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都能载入史册的 早年的邵氏电影除了武打题材之外 风月题材的电影也相当卖色 大家看过的风月题材电影都有哪些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著名的十大艳星 一 于沙丽 1975年于沙丽参演了吴思远的电影《廉政风暴》 这是她的首作 于沙丽不同于其他将们的千金小姐 她非常活得出去 因为活着就是要享受的 看过明星光环带来的财富后 于沙丽开始渴望成名 即便是付出某些代价 对她来说也无所谓 因为要走的这条捷径她有本钱 所以当李汉祥找她出演风月片 骗财骗色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沙丽也因此名利双收 成了邵氏的招牌宴 好车出入邵氏片场 这一年也是她最得意的 最幸福的时候 她决定嫁给大他20岁的邵氏演员詹森 可惜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结婚五年之后 她便离婚了 在她的第二段婚姻中 她找到了自己更爱的那个人 可是这个人也非良人 是一个毒鬼 对方与她结婚只是贪图她的闲财 雪上加霜的是不懂投资的余沙丽 买了很多股票和黄金 结果亏得干干净净净 想东山再起的余沙丽 孤注一掷 在1996年用卖房的钱 投资拍摄了雪星Friday 结果票房并不如意 400万打了水漂 40多岁的她 只能带着儿子住贫民窟 据蓝桂方卖假珠宝 维持生计 2.迪娜 1962年17岁的迪娜 在拍队上结识了泰国总理 沙丽的弟弟沙顿 她一生的传奇大幕 自此拉胎 汤顿认为每个女孩子都有明星梦 喜欢拍电影 于是便很有诚意地邀请迪娜去泰国 想为她拍电影 当时的迪娜在泰国 可谓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深得汤顿和她的总理哥哥 沙丽二人的信任 1965年 迪娜返回香港发展 加入了当时的国泰电影公司 成了当时最红的女星之一 风头一时无两 但真正让迪娜天下闻名的 是她26岁时 接拍的少士风月片《大军阀》 1975年 迪娜正式写影 她一生共拍片《五十四部》 和李小龙并称为香港两大传奇 创造了华语明星在亚洲的巨大声誉 3.白小曼 在一次喝下午茶时 她遇到了命中的贵人 李汉祥 两人一拍即合 李汉祥用民国名媛陆小曼的名字 改路为白 为她起了一名 白小曼 白小曼在少士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李汉祥指导的《声色拳马》 拍摄影片时 在李汉祥的劝说下 她才慢慢戒掉迷幻药 但是白小曼拍摄风月片的行为 却没有得到家人的谅解 而且以前的黑社会朋友 看到白小曼走红后 不断地找她的麻烦 各方的压力 让白小曼情绪十分不稳定 就在白小曼凭借《声色拳马》 一拖成命之后 她突然失踪 把李汉祥和少士当年的实际掌控者 方亦华女士急坏了 只能用甜妮临时替代 后来得知白小曼跑回了台湾 只是一直找不到 方亦华只能抓紧陆勇新人做备份 最终李汉祥终于找到了白小曼 据报道 白小曼因心绪不宁 回台入院 查脑神经 在李汉祥的劝说下 白小曼和少士签了五年长约 少士指定他在筹拍的《清宫大片》 《清国清城》 及《迎台汽血》中 饰演真飞 五年长约 每年四部风月片 白小曼终于和她的母亲 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白小曼绝望之下 留下遗书 选择了断自己的生命 4.邵音音 作为香港演示权 无数人心里的女神 邵音音年轻的时候 真的太漂亮了 导演李汉祥当年找邵音音 拍风月片的时候 她老婆就说 你不要再和她拍戏了 你用她 我们就离婚 结果呢 对邵音音这个女演员 情有独钟的李汉祥 直接回道 我一定要用她当女主 就连我们熟悉的李小龙 也曾被年轻时的邵音音 给迷得神魂颠倒 那时候邵音音还没进入演艺圈 李小龙遇见邵音音后 兴奋地对她说 我觉得你有拍电影的天赋 要不要试一下 有我李小龙一天 就会有你一天 可邵音音的感情道路上 却充满了挫折 不仅守了三十年活寡 就连丈夫带小三回家同住 她也不敢反抗 为了挽回这份爱 她更是不惜整容 结果整容失败 被大众称为妖婆 邵音音的这一生 可以说是表面风光 实际上却苦得让人心疼 尤其是她对丈夫的爱 真的太卑微了 5.迪波拉 22岁的时候 恰逢香港小姐选拔 迪波拉去参加了 想为自己正条出路 很幸运 迪波拉一路过关展将 艳牙群芳 成为了香港小姐冠军 连同期的赵雅芝都望尘莫及 同时迪波拉继续出任 菲律宾参加选拔 成功斩获了亚洲小姐 在香港一举成名 23岁 迪波拉开始转行 做起了演员 次年 迪波拉迎来了自己的 第一个角色 金兰花 是一名风尘女子 但也是粉丝们认为 最贴切迪波拉的一个角色 美貌出众 但又带有一丝狡猾 这个角色 被迪波拉演绎得非常生动 香港在七八十年代 喜欢拍一些大尺度的戏 而迪波拉更是靠一拖成名 在香港爱曼妞中 迪波拉大胆出演 大尺度的戏 全部亲自上阵 好身材一览无余 当时开拍前 导演曾询问她 当时候有些戏 你要是不行的话 可以用替身 可迪波拉却觉得没什么 没事啊 我可以 当时这部电影上映后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少男同胞开始躁动了 迪波拉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时期 六 胡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少士 有这样一位风月片女王 凭借妖娆风情的表演才能 稳坐风月片大女主的头把交椅 因为名震相将 导致情目坎坷 她就是胡锦 1972年 一部大军阀的电影横空出世 胡锦在这部片中 扮演一个妖娆的小寡妇 顾盼生非的眼神 腹弱凝脂的脸蛋 唇边的一颗美人质诱惑十足 身材窈窕多姿 除了这些外在的条件 胡锦在镜头前的面部表情 也很妩媚 剧情丰富 胡锦演绎的风情万种 观众看得尽兴 凭借这部电影 胡锦一片成名 从此名声大噪 胡锦在少士奠定了 风月片一姐之位后 她成了李汉祥电影中的 育幼女主角 七 田妮 田妮年轻时 双目寒情 自带妖娆之气 恰恰是那个时代 最喜爱的女星 田妮一入圈 便受到导演们的力捧 仅仅1969年一年 她就出演了八部电影 这其中 盖世刀王 八弦过海 红衣侠女等 都是观众熟知的作品 此后几年 田妮深受电影公司压榨 一直奔波在片场 仅仅1970年到1972年间 她就拍摄了35部电影 堪称高产女王 1973年 田妮转战寿室 成了李汉祥的爱将 这一年 田妮在李汉祥 指导的风流运势中 饰演风情万种的李贫儿 成了风月片女星 1975年 大作家蔡兰 在新加坡举办美食节 邀请了数位嘉宾 其中就有乐华和田妮 两人因此次活动相识 大导演李汉祥又极力撮合 男才女貌便走到了一起 这之后田妮退出风月片市场 开始兼演一些正规电影 8.陈平 1971年 当23岁的陈平满怀期待地走入摄影棚 拍摄大一幕 处女作《爱的秘密》时 她被导演要求不着片履 陈书霞在刷那间心里凉透了 她意识到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豁出去的陈平从此之后 在风月片之路 一记绝成大胆无畏 如同燃烧的雪花一般 凄美绝绝 然而相对于这些大胆无畏的落花 彼时的台仲局 相较于五光十四的香江 还是相对保守的 对于风月影片 会将那些儿童不移的镜头 做到一减眉的处理 这也就意味着陈平白忙活了 香港著名的大才子蔡兰 也曾经写过一些香艳的文章 其中提及了不少港狱圈里的落花使者 对陈平的描述更是消耗了不少笔墨 精细程度令人汗颜 9.金燕玲 1970年15岁的中学生 金燕玲在参加台北市 今日世界音乐中心 第二届歌唱比赛中 获得了第二名 此后 她就在台北的凤凰歌剧院 和电视台演唱 成为职业歌手 1972年金燕玲到香港演唱时 一个偶然的机会 参加了拍电影《女人面面观》 影片讲述了男男女女的爱欲与背叛 她也一度被媒体打上艳心的标签 金燕玲后来回忆说 当时年纪轻 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当上肉蛋 脱星 这个形象不是自己想要的 也不是刻意要搞出来的 1976年底 金燕玲与在英国经商的彩蝶宣老板 梁亭斌结婚 退出影坛定居在英国 2021年3月4日 根据港媒的报道 66岁知名女星金燕玲 透露个人社交账号 分享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她含泪宣布自己再度患癌 10 丁沛 周文怀初见丁沛时 真觉得她美丽娇艳 是会大红大死的料 因此还给她改了名字 是的 丁沛这名字就是她起的 经过包装 她被定义为性感女郎 比如紫贝壳 玉女西春 映照女郎等等 虽然这些片叫好又叫做 但是作为主演的她 戏红人不红 直到李小龙死在她家里 她才彻底爆红 红到全世界人都知道她 是的 李小龙突然在她家死了 死的时候是33岁 她也才26岁 都是再大好的年华 一个去了天堂 一个从此过上了 人间好似地狱的生活 李小龙的死 可以说是她一生中 受过的最大的磨难 她依然承受着 来自全球爱李小龙的人的谩骂 以及路人粉丝 对她的误解和责怪 少师电影离现在越来越远 这些女明星当红的时候 也没有赶上 内地改革开放的时期 因此 她们的名字 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 幸好许多少师老片 已经被高薪修复 令今天的观众 一睹她们昔日的绝代风华 少义夫在兄弟姐妹中 排行第六 港人尊称其为六叔 她一生娶了两位夫人 原配黄美珍 90岁时 才与做妾45年的方艺华结婚 1958年缔造少师电影公司 前半生为电影大亨 1967年创建无线电视台 1973年香港小姐选美比赛创始人 婚了107岁的少义夫 只要她一出现身边都是美女簇拥 女伴更是唤个不停 对此 夫人方艺华倒是豁达 她说少义夫喜欢与年轻漂亮的演员聊天相伴 她觉得和年轻人接触 可以保持身心愉悦 这也是她的养身之道 自称风流不下流的少义夫 一生除了两位夫人之外 还有四位红颜之己 他们全是少义夫旗下艺人 1.李京 李京别名李国英 1948年11月出生于上海 一岁十岁父母迁居香港 尚有五个哥哥 两个姐姐 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 14岁那年 她不顾家人反对 报考了少氏旗下的南国实验剧团 当时有两千多人报考 因为相貌甜美 她被顺利地录取了 与郑佩佩 江青 方盈成为同期同学 当配角两年后 她就被老板少义夫选中 主演第一部电影《美人鱼》 依然分是附加千金牡丹和李玉京 逼波仙子两个角色 出色的演技 让她荣获第十二届亚洲影展 最佳女主角 李京得奖时还未满17岁 于是就有了娃娃影后的称号 她的横空出世 让老板少义夫欣喜若狂 她不惜投入巨资捧红她 从此 李京成了劳模 一年四季都在拍戏现场 工作起来也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娘 因为出演的大多都是古装剧 每逢打戏都是亲自上阵 从不使用替身 她后来主演的电影 宝莲灯 珊珊 保镖 均收获好评 其中 保镖迈入全年最卖作电影前十名 出道没几年就出演了二十多部电影 在众星云集的邵氏 她与何莉莉 方一华并称为邵氏三大红人 老板少义夫对她也是青睐有加 经常约她一起聊天喝茶 甚至为她动了结婚的念头 后来李经遇到身价数十亿交通界大佬 九龙八世的少东家雷绝华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打得火热 热烈几年后 他与雷绝华举行盛大的订婚仪式 正当他渴望与男友走进婚姻的殿堂 1979年 雷绝华突发心脏病 粗然离世 男友的粗然离世 对他的打击很大 在妈妈细心的照顾下 花了四年的时间 她才逐渐走出了悲伤 可是老妈却在豪宅的大厅中摔了一跤 永远地离开了她 爱人和老妈相继此事 双重打击让她患病 一直消沉的她五心演戏 只好退出娱乐圈 消沉的她经常被拍到出入澳门挥霍财产 最后一贫如洗的她搬到了出租屋居住 她35岁前有多风光 后来就有多么穷困潦倒 为了防止她流落街头 邵姨夫每个月资助她几万元的生活费 可是 李经依旧不改 见她如此不争气 后来 邵姨夫也停止了资助 2021年 李经被报拖欠房租 屡次被房东告上公堂 2018年2月22日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 书闻到房间有恶臭传出 警方到达现场后 破门而入后发现一位已经死去多日的人 后来 查时正是邵氏女星李经 众人不禁感叹 一代亚洲影后落到如此下场 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2.曹仲 1992年曹仲参加美在花城比赛 成为夺冠大热门 1993年 已经能说上一口上海话的她赴港发展 签约TVB 成为邵姨夫手下爱将 随后的活动中 邵姨夫打破惯例 牵着刚签约TVB的曹仲的小手出席活动 引起港人的瞩目 后来曹仲戏拍了不少 却只能在观众里混个脸熟 捧不红的曹仲戏份越来越少 慢慢引起了打酱油的角色 但是她依然与邵姨夫的关系很好 即使方亦华在旁边 她依然会与邵姨夫食指相扣 一起去饭店吃饭 一起去看电影 2007年 40岁的曹仲与无限合同约满后 选择离开TVB 在方亦华的牵线搭桥下 曹仲决定与向阳渔港集团的老板 朱小霞合作 2011年曹仲和内地富商陈京低调结婚 并生下了女儿陈英华 2014年邵姨夫离世 享年107岁 夫人方亦华坚持以佳绩行事举行葬礼 并拒绝了包括香港特首前来调研的请求 演艺圈只邀请了珍珍和曹仲两位明星 而曹仲写女儿参加邵姨夫葬礼 对多年一手提携和帮助自己的邵姨夫 呼红了双眼的曹仲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说邵先生为人好谦虚 有机会在他身边是我的幸运 好多谢 3.陈松林 陈松林14岁出道 15岁参加叶浅文唱歌大赛 一手临时时分祝他一举夺冠 也引起TVB的关注 1987年他也一头短发假小子的形象 主演电影《鬼马校园》一炮而红 之后他结识了TVB的老板邵姨夫 他对年轻干练的陈松林十分欣赏 于是亲定他与当红小生黎明合作 在老板的保驾护航下 他参演了第一部电视剧《天涯歌女》 背靠邵姨夫这棵大树好成梁 之后的几年里 陈松林迅速罢平 成为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 然而2005年在陈松林事业症红时 经纪人卷走了他的全部家产 乌漏偏逢连夜雨 父亲不幸离世 他消沉患病 后来又查出患上了卵巢瘤 已经没有声誉的希望了 正当他要想不开时 陈淑芬找到了他 请他接替陈杰怡与张学友主演音乐剧《雪狼湖》 四处巡回演出十分成功 让陈松林重燃生的希望 后来陈松林来内地发展 拍电视剧《雪威冷时》 认识了小八岁的张朵 恋爱五年后两人结婚 而张朵接受他不能生育的现实 为了让妻子安心 他拒绝了妻子抱养孩子的想法 决定做丁克一族 并制定与陈松林未来四十年的生活计划 邵玉夫百岁之际 陈松林专门在专刊上发文 回忆与邵玉夫在一起的往事 字列行间可以看出两人交情匪浅 邵玉夫过世后 陈松林携张朵接受记者采访 深情回忆与邵玉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5岁那年 长相秀美的张玉山被心探发现 拍了人生的第一支广告 随后回到美国继续学业 20岁回到香港 被经纪公司看重 成为了一位歌手 虽然唱歌不行 跳舞也不惊 演戏始终在二线徘徊 但是他有一张美丽的脸蛋和高情商 在干爹黄玉民的介绍下 张玉山认识了向华盛 向华盛对他一见钟情 第二年向华盛炒股 赚了十几亿 有了影视公司老板的男朋友 张玉山逐渐退出娱乐圈 却展现了超高的经商天赋 在男友帮助下 只花七千八百元 盆下一家美容公司 看他做生意 向华盛觉得好笑 认为他是小打小闹 肯定是做不成的 没想到不到两年 张玉山拿了五十万现金回家 才让向华盛对他的经商才能 刮目相看 与向华盛分手后 善解人意的张玉山 颇合年近九十岁的邵玉夫心意 他聪明美丽 优雅大方 从小培养出来的高情商 也派上了用场 邵玉夫一个微表情 一个小动作 张玉山就能心领神会 2006年6月1日 刘家昌首场演唱会 张玉山搀扶邵义夫入座 期间对他是关怀备至 后来邵义夫因肺炎入院 恢复后 邵义夫没有立即回家 反而约上了张玉山 两人牵着手 外出一起喝茶 邵义夫过世后 张玉山参加了六叔的追思会 他说自己喜欢和年纪大的人做朋友 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后来在一次访问中 他坦言 他与六叔是忘年交 六叔是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 张玉山如今已经年近50岁了 他与向华盛分手后 没有结婚 作为上市公司老总 住的是海景豪宅 身价已经高达3亿 这些出现在邵义夫生命里的红颜知己们 各有各的境遇 薄情寡异也好 深情相许也好 对于邵义夫来说都是他的人生 也是他的想法 这一生始终有家人相伴左右 总算是不数人一样 邵义夫的爱情也是在打拼的时候相识的 他在南洋打拼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原配夫人黄美珍 两个人一起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日子 可以说黄美珍见证了邵义夫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患难时刻 他们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结婚后生下了四个可爱的孩子 成为了让人羡慕的幸福大家庭 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就这样一直过下去 但是结果往往都是事与愿违的 他们夫妻俩已经相濡以沫 走过了50年的时光 但是依旧没能走到最后 二 方亦华 当邵义夫已经在事业上取得辉煌的成就时 方亦华出现了 他就这样插足了邵义夫的家庭生活当中 方亦华作为一名歌手 并且精通于公司管理 因此在事业上能够帮助到邵义夫 就这样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言语的关系 邵义夫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方亦华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原配知道了 但是两个人也没有任何出格的事情 也就一忍再忍 只不过邵义夫在自己80多岁的时候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要和方亦华结婚 这也就意味着要抛弃50多年的原配 这样的决定大家都是反对的 但是邵义夫根本不听劝 还是在自己90岁的时候迎娶了方亦华 两个人也成为了合法的夫妻 原配也是在伤心之中离开了 邵义夫也早就已经立下了遗嘱 就是怕自己的子女和方亦华发生矛盾 但是令他想不到的 是他的四个子女均拒绝继承遗产 似乎还是无法原谅父亲所做的一切 除了两位结了婚的妻子 邵义夫一生还有过很多红颜知己 三 李京 十四岁那年 李京不顾家人反对 报考了邵氏旗下的南国实验剧团 当时有两千多人报考 因为相貌甜美 他被顺利地录取了 与郑佩佩 江青 方云成为同期同学 签约邵氏公司后的李京 因为没有什么钱 就十分节省 为了拍夜戏方便 他和妈妈就住在公司的免费宿舍里 平时出入尽量坐公司的免费交通车 不过 当配角二年后 他就被老板邵义夫选中 主演第一部电影《于美人》 在其中一人分饰附加千金牡丹 和李渔金碧波仙子两个角色 出色的演技 让他荣获第十二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李京得奖时 还未满十七岁 于是就有了娃娃影后的称号 他的横空出世 让老板邵义夫欣喜若狂 他不惜投入巨资捧红他 有意让李京填补巨星林黛 去世后留下的空缺 出道没几年就出演了二十多部电影 在众星云集的邵氏 他与何莉莉 方亦华并称为邵氏三大红人 老板邵义夫对他也是亲爱有加 经常约他一起聊天喝茶 甚至为他动了结婚的念头 有了老板的另眼相待 他连方亦华也不放在眼里 演戏的好资源更是尽数了入怀中 合作的男演员都是像 狄龙江大卫这样的大明星 七十年代 李京在港台两地红的发子 连续三年当选国语片十大明星之一 多年的辛苦打拼 让他不到三十岁 就住进了半山白家道 富士莲花园豪宅 成为邵氏首位入主山顶豪宅的女星 别墅里的装饰非常豪华 连浴室的水龙头都是镀金了 后来李京遇到身家数十亿 交通界大佬 九龙八市的邵东驾雷绝华 俩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打得火热 1976年 在男友雷绝华的支持下 李京与邵氏合约期满后 决定不再续约 转而就与导演罗马 组建长天影业 热恋几年后 他与雷绝华举行盛大的订婚仪式 正当他渴望与男友 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惜他三十五岁前有多风光 后来就有多么穷困潦倒 李京男友跟母亲相继去世 李京从此荒度年岁 为了防止他流落街头 邵义夫每个月支住 他几万元的生活费 前脚给他 后脚就挥霍一空 见他如此不争气 后来 邵义夫也停止了资助 2018年2月22日 李京独自在出租屋去世 无人知晓 众人不禁感叹 一旦亚洲影后落到如此下场 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 4.曹仲 1992年曹仲参加美在花城比赛 并成为夺冠大热门 但是他现役军人的身份 违反了赛事规则 不得不退出选美比赛 不久就以中校文艺兵的身份退役 能说一口上海话的他 1993年赴港发展 签约TVB成为邵义夫手下爱将 他的英文名周周 都是邵义夫亲自起的 邵义夫第一次见他就说 你被录取的话 是我推荐的 随后他就得到无限力捧 与姚盈盈 傅明县等人被力捧为无限无女 1993年港姐大赛后 邵义夫打破惯例 将冠军默可心冷落 而是牵着刚签约 TVB的曹仲的小手出席活动 引起港人的瞩目 戏拍了不少 只能在观众里混个脸熟 很不红的曹仲 逐渐戏份越来越少 慢慢延起打酱油的角色 但是他依然与邵义夫的关系很好 即使方亦华在旁边 他依然与邵义夫食指相扣 一起去饭店吃饭 一起去看电影 关于他与邵义夫的关系 他解释自己先认识了方亦华 在方亦华的引荐下 才结识了邵义夫 他在TVB的后几年 一直做各种旅游节目 在六省方亦华的介绍下 本身就是内地人的曹仲 认识了不少内地商人 2007年 40岁的曹仲与无线合同约满后 选择离开TVB 在方亦华的牵线搭桥下 曹仲决定与向阳与港集团的老板 朱小霞合作 朱老板在内地不同省份 开了40多间酒家 有了邵义夫夫妻的介绍 朱老板决定投资千万 让曹仲在尖沙嘴和湾仔 开了两间面积 有5000多尺的宁波菜 食府文顶酒家 2011年 曹仲和内地富商 陈京低调结婚 并生下了女儿陈英华 吸引后的曹仲 经过多年打拼 他的身家早已过亿 如今 在港开设的餐厅超过100家 还与赌王四泰梁安琪合资 开设连锁甜品店 2014年邵义夫离世 享年107岁 夫人方亦华坚持以家计刑事举办葬礼 并拒绝了包括香港特首前来调宴的请求 演艺圈只邀请了珍珍和曹仲两位明星 而曹仲邪女儿参加邵义夫葬礼 5.陈松玲 陈松玲15岁参加叶倩文唱歌大赛 一首《零时时分》祝他一举夺冠 也引起TVB的关注 1987年 他以一头短发假小子的形象 主演电影《鬼马校园》一炮而红 之后陈松玲和干妈的女儿阿宝成了好姐妹 陈松玲对阿宝非常信任 把所有赚来的钱都交给他打理 之后他结识了TVB的老板邵义夫 他对年轻干练的陈松玲十分欣赏 于是亲定他与当红小生黎明合作 为靠邵义夫这棵大树好成梁 之后的几年里 陈松玲迅速罢平 成为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 2005年 陈松玲跟经纪人大吵一架 谁料 等他再回家时 发现他已经进不去自己家了 之后阿宝诬陈松玲 负面舆论扑面而来 彻底毁了陈松玲的事业 后来陈松玲去内地发展 拍电视剧《血味冷池》 认识了小八岁的张夺 恋爱五年后 两人结婚 而张夺接受他不能生育的现实 为了让妻子安心 他拒绝了妻子抱养孩子的想法 决定做丁克一族 并制定与陈松玲未来四十年的生活计划 邵义夫百岁之际 陈松玲专门在专刊上发文 回忆与邵义夫在一起的往事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人交情匪浅 邵义夫过世后 陈松玲还曾写张夺深情回忆与邵义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六张玉山 十五岁那年 长相秀美的他被星探发现 拍了人生的第一支广告 随后回到美国继续学业 二十岁回到香港 被经纪公司看中 成为了一位歌手 二十四岁的张玉山在干爹黄玉民的介绍下 认识了向华盛 向华盛对他一见钟情 有了影视公司老板的男朋友 张玉山逐渐退出娱乐圈 却展现了超高的经商天赋 在男友帮助下 只花七千八百元 盘下一间美容公司 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下 张玉山的公司靠着郑心仪成功减肥 成为响彻大江南北的品牌公司 善解人意的张玉山 颇合年近九十岁的邵逸夫心意 她聪明美丽 优雅大方 从小培养出来的高情商 也派上了用场 邵逸夫一个微表情 一个小动作 张玉山就能心领神会 2006年6月1日 刘家昌首场演唱会 张玉山搀扶邵逸夫入座 期间对她是关怀备至 后来 邵逸夫因肺炎入院 恢复后 邵逸夫没有立即回家 反而约上了张玉山 两人牵着手一起外出去喝茶 邵逸夫过世后 张玉山参加了六叔的追思会 她说自己喜欢和年纪大的人做朋友 她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后来在一次访问中 她坦言 她与六叔是忘年交 六叔是可以倾诉西式的对象 张玉山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 她与向华盛分手后 没有结婚 作为上市公司老总 住的是海景豪宅 身家已经高达三亿 如今 那些曾经成为全港谈资的 风月情势 堪比宫斗的豪门风云 都已经成为过去 随着邵逸夫的去世 影坛大亨的传奇 也终将尘封 成为泛黄书页上的历史 是 在这里 代表 自然而是 导致 根本 很少 太多了 现在 温暖 有 与